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事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事 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 也有许多人说 这一段圣经是耶稣所讲的 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用更亲切的话说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些事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既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使能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灭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这是非常有名的 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的八福 论八福 那也许每一个人听到说 这是八个大福气 其实都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 也不太合一般人观念里面的福气的定义跟内涵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想到福气就会想到很有钱 想到福气就会想到读书或是工作很成功 想到福气 福气是什么呢 就是事事很顺心很如意 这个很通达 我们耶稣要教导我们的第一件事情 好像在扭转我们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真正有福气的人 是什么人呢 真正有福气的人是耶稣要教导我们以下的这八个福气 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是什么意思啊 虚心的意思就是心灵很贫穷 觉得自己好贫穷 什么都没有 甚至有点像圣经上所描述的像一个乞丐 圣经上有一个乞丐叫做巴迪满 他看到耶稣 他说耶稣啊 可怜我吧 因为他是一个没人理他 他也没有工作能力 没有养活自己能力 一无所有的一个人 圣经上说若是我们的心灵 若是我们对上帝对自己的认识的一个态度 是心里面贫穷 一无所有 也有点点像我们对一个人说到自己的一个困境的时候 说到说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完蛋了 说一个人若是对自己的心情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耶稣说你不倒霉哦 你也不是没希望 你也不是真正的这个很没福气的人 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那么现在我要解释 什么叫做心灵贫穷 若是我们感觉到心灵贫穷 耶稣说我们要看上帝 要在我们生命中 如何让我们得到天国的福分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那边记载到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心灵非常贫穷的人 你来看看他是不是很贫穷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 病逝反倒更重了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赏 意思说我只摸她的衣赏就必痊愈 哎呀你看这个人 一个女人她患了很严重的 也许是妇人的病 也许是子宫血液会 没办法停止的一直流出来 你看这多么麻烦 多么辛苦 那圣经上说这个人呢 在看了好多的医生 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他医好 受了很多身体上心灵上的折磨跟痛苦 又花尽了他一切所积蓄的财物 看起来人生不要说养老了 现在日子都很难过下去了 那也不见好 病逝越来越重 这个人心里面就想说 哎呀我怎么办呢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一无所有了 我除了有一位真正有能力的 上帝来拯救我 我看我靠医生 靠我自己 也许靠我周围的家人 亲戚朋友 我都是没有出路 没有希望的一个人 耶稣说 类似像这样的人 不是真正的倒霉 不是真正的绝望 也不是真正的死因幽谷 没有希望 不是完全的黑暗 而是我们人处在一个对自己 感到没有盼望 对环境感到没有盼望的时候 反而也是一个上帝要给你福气的一个契机 就是你成为一位心灵贫穷 却是去依靠 很渴望耶稣来帮助你一个人 你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个得着耶稣祝福 得着耶稣医治 也得着耶稣拯救的一个有福气的人 我们常常感觉到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很倒霉 很忧郁 很悲伤 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都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一个罪人 我们这一个受过伤 常常感到没有出路的人 只要有耶稣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爱我们 相信耶稣愿意在我们的困难上面帮助我们 有这样对耶稣的信心和信靠的人 福气已经临到他了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什么样的人会常常来寻找耶稣呢 说实在的 不是很有钱的人 或是生活一无所缺 常常凡事顺利的人 通常这样的人 不太想要找耶稣 也不太想要理别人 因为自己已经很足够了 因为自己已经很棒了 但是若是一个人 他感到自己落在一个心灵贫穷 走投无路 无依无靠的时候 请听耶稣告诉你的一个好消息 耶稣说 我仍然爱你 我仍然要在你的困难 在你走投无路的这个时候 成为你的出路 而且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 也给你 这是主耶稣说的有福气的人 就是有信耶稣这样的信心的人 听到耶稣要来拯救他 就信靠他的人 所以圣经上讲说 这个血漏的妇人 她心里面就想说 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 哎呀 耶稣他的能力 他的医治的恩惠 医治的好处 就会临到我 哇这个人对耶稣是有盼望 有信心的 果然 果然 因为他心灵贫穷 因为他心灵贫穷 他对耶稣有信心 因为他对耶稣有信心 耶稣成为他的医治 成为他的救主 成为他的祝福 我身为一位牧师 我真是看到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这一件事情是普遍的发生在许多人的身上 我看到好多人 一帆风顺 或是说觉得自己比别人还要好比别人还要强的时候 真的他们不会来信靠主耶稣的帮助跟拯救 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 但是我也看到好多的人在困苦 在患难 像这一个血肉的妇人在试了好多人的办法 都不见到有效果的时候 听到耶稣会拯救我们 会帮助我们 他就也许去姑且一试 也许是说 哎呀我也不靠耶稣 那我靠谁呢 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信靠他 结果真的 这一位又真又活 创造宇宙万物 爱我们 为我们死在私家上 要拯救我们到底的耶稣 就成为心灵空虚 心灵贫穷的人的满足和帮助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绝望 已经没有出路了 甚至我们想要干脆自杀算了 但是感谢你 主耶稣 你说当我们走投无路 心灵贫穷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你是我们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我们的依靠 主啊 求你帮助孩子自己 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 若是我们现在 真的是感觉到自己走投无路 感觉到自己没有希望了 求主耶稣 你来帮助这位朋友 帮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来信靠你 来触摸你 如同血漏的妇人 心里面相信你会医治她 主啊 你就成为她的依靠 成为她的医治 成为她的幸福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听众 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困难之处 来依靠你 也成为得着 耶稣帮助的 有福气的人 孩子这样祷告 求你垂听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